台灣體大師玉佐與周旋風 近日分別在公開男子組 一萬公尺的比賽中 奪下一贏一同的好成績 為台體田徑開湖 而師玉佐首次帶著項目奪牌 對此他表示 自己心情滿平靜的 只可惜沒能拿到金牌 一萬公尺其實沒有 其實自己沒有 抱自己太大的希望 就是主要是幫助隊友 去拿到好的名次 對 公開男子鐵餅決賽 黃威誠去年硬腳升 與金牌擦身而過 這次他在第一職 就值出51公尺48的成績 奠定勝機 雖然沒有達到 先前所設下的目標 但他仍很開心 能奪下生涯首面金牌 對於今天的表現 我是覺得沒有到很滿意 但我覺得因為天氣的關係 其實自己的成績 沒有達到非常的高 不過在這種劣勢的天氣下 我有丟出來一定的水準 我覺得也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這樣 短闊好手林曉慧以14秒06的成績 晉級決賽 雖然下午比賽都在雨中進行 不過仍有許多台體好手 交出好表現 男子400公尺楊龍翔 林中威以及余承義 也吸收停進決賽 記者羅佩貞 郭承林 桃園報導